松山煙廠大巨蛋的護術行動 已經進行一個月 志工團體意外發現 遠雄建設涉嫌違法清運廢棄土 但是臺北市環保局 卻沒有依法重罰 民間團體間就批評 市政府有包庇護航的嫌疑 環保局則回應說 遠雄已經提出了 環境差異評估報告 辦理展言 現在就等待這個 環評委員會來審查 這段時間之內 一定會加強稽查 如果發現違法就開法 違法現行犯 違法環評結論 用肉身擋住砂石車 再用木架擋住出入口 防止業者再偷偷清運廢棄土 一群護術志工和施議員李慶豐 二十三號下午 在光復南路大巨蛋施工現場 抗議遠雄建設 違反環評法規定 偷運廢棄土 但臺北市政府 卻沒有依法開罰 根本是土力財團 叫道理講 依法就只能夠清運到 三月十六號 所以從三月十六號 之後不應該有棄土運輸 你們應該要求他勒令停工 應該要調查他們 追溯他們這一年來 所有違法運輸廢棄土的相關責任 松菸護術志工團表示 依照環評審查資料 遠雄在今年三月十六號以後 就完全不能運送任何一車廢棄土 但四月中旬護術行動開始後 卻意外發現 遠雄幾乎每天都在違法進行輸運 因此要求環保局給予重罰 並派員每天來做稽查 環保局表示遠雄大巨蛋工程 依照原本環評審查資料 廢棄土清運時間是從一百零一年九月十六號 到一百零三年三月十五號 但因故必須辦理展延 目前遠雄已經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將交由環評委員會審查 而這段時間將派員加強稽查 若有違法一定開罰 記者 賴樹敏一磊棋 台語報導